大火熱油 特大野生草蝦放到鍋裡 高溫把美味全部 鎖在蝦子裡面 加入特製螃蟹醬 跟香料拌一拌 馬上香氣四溢 而這道南洋蝦料理 要好吃 還得用這招 有一個巧筋 如果太大力的話 它可能會跳出去 讓它均勻的熟了 這樣它煎起來 然後它表面才會 完全都是金黃色 羊排煎到表面微焦 還要鋪上酥皮 放到烤箱裡烤到五分熟 這道酥皮小羊排 來頭可不小 羊煎排 然後再配他們當地的 非常名貴的黑松露 對 然後搭配我們台灣 然後也是非常有名的農特產 農特產 然後宜蘭的三星香蔥 目前所知道的是 可能只有我自己有 主廚發揮巧思 讓料理中西合璧 連台商回台都一定要來嚐嚐看 大家吃牛肉嘛 就是他們都在中國 現在回來就趕快過來 這些都是養生的 這些很好吃的東西 戴著高高廚師帽 穿著制服 他就是美味料理的幕後推手 主廚詹國傑 當學徒的時候 月薪只有六千元 還遇上超嚴格師傅 我們就只能利用 我們休息的時間 就是中午空班 跟晚上出完餐 差不多八九點開始 然後就包到十二點 當學徒的時候 那時候才六千 從月薪六千塊的小學徒 到年薪百萬的大主廚 一步一腳印 詹國傑征服套客 挑剔的胃 董森財心玩張不祥 那你都報導